前后任桃园市长出席活动 同场车不同框 行政院副院长正文灿前脚刚走 桃园市长张善正就到场 两人为了台积电进驻龙台破局 这一题割空交火 就吓了一跳 觉得他们并没有被尊重 事前也没有沟通 我想这个是造成他们不被尊重的感觉 无奈台积电省了亚苗助长的早产额 如今确定不来进驻张善正也还原事实 原来国客会早拟定2027年才要启动征收 而这四年是要用来协调沟通和谈价 顺序本该事先和当地居民沟通 并确定征收范围是否符合台积电需求 然而去年10月什么动作都还没启动 民进党圈大肆宣传 即使在九合一大选抢选票 政治口水我不去评论 我们希望说大家尤其是政治人物 真的要尊重产业发展的政策和程序 让台积电能够跟随台湾 是不分朝鲜 不分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的目标 非常值得选择 我们尊重这个业者的决定 台积电进驻龙台破局 不但事前居民根本不知情 就连张善政也是上任后 跟逐科第一次开会 才看到正式征收范围 就证明了这整个计划 还没有到完备的阶段 你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处理好的时候 你凭什么就偏偏宣布 厂商可以来进驻 这个市政府明明就有努力在善后 在解决这件事情 你民进党还可以睁眼说瞎话的 胡乱抹黑 尽管要帮民进党擦屁股 但张善政没放弃争取台积电 银奈米厂 目前市府也在盘点 其他后用土地 并持续和台积电 竹科管理局协商 要积极想办法捕绿营破网 接着时温现成心仪 台北采访报道